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廣通家喻所 即是製造一個基建的平台 讓人們可以去做買賣 例如幾十年前 我們如果上廣州的話 我們有很多小時才到 現在坐火車 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但是去不去廣州 是自己決定的 不是因為現在方便一個小時 又是去廣州 你有事才去廣州 所以一樣 這個胡廣通是方便 全世界的人可以去買A股 以前都可以的 要經過批准、批文、QTI申請 可以先買到 現在速一行 幾秒鐘就能幫你解決 是方便 但是可不可以買A股呢 都要決定幾件事 整個基本因素 值不值得買 會不會太貴 是不是太貴 現在不買呢 便宜就買得過 港幣只是幫助速度 但是不會定的方向 但是香港的特色呢 我們的GDP一年兩萬多億 但是我們上市公司 所有市場的marketcap 加起來是二十三、二十四億 多了十倍 沒有一個城市會 GDP和上市公司market 多了十倍 除非甚麼呢 很多海外非本地的錢 所以一個說法 那些香港人的錢 走光了 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本身這些很多都是國際的錢 國際的錢 今天來明天走 南鄉呢 就來自國內的投資者 北鄉的錢呢 就不是香港 是全世界的錢 那全世界的錢多 還是國內的投資者多呢 是不是 所謂正常的 海外的投資者呢 其實已經做足這個功夫了 講了這麼多個月 他們很清楚 應該怎麼做 不過排除國內的投資者呢 上個禮拜左右我們談 很多投資者都未準備好 第一不知買甚麼 第二怎麼做 所以在這個準備那裡 未做足功夫 需要時間 不能以頭幾天來計 在家庭所立場約是 沒有爆 即是代表甚麼呢 我們沒有計錯數 如果每天都爆的話 就是證明我們計錯數 另外一角度就是 從監管角度也是 最好是這樣的 穩步向上 穩步 如果每天都爆了的話 大家都害怕 證明沒有計錯數 可以包容到那些flow的話 將我們不排除將來 再推遞其他產品 或者其他市場 先讓你去穩定的作用 會看到這部份 會是在出現成很好的 確實性 然後耐熱器